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召开记者会 特别针对日前八渡派出所警员执勤时 被冲撞申故死亡之后 目前全序部跟警政署对抚恤认定的问题有疑虑 市长谢国良特别表达将会为殉职原警争取最高的抚恤 这位年轻帅气的警员是在八渡分住所执勤的时候 遭到的这个车辆所撞到最后不幸身亡 那他是在八渡分住所执勤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对于他没有办法 目前为止被认定所谓的因公殉职 这样子的认定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 我希望下周能够亲自拜访我们警政署的署长 让他了解我们第一线的警察同仁 在执勤的时候所面临的风险 跟他们遇到的挑战 我们的基层严谨警警是算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而且他们常常在为我们付出很多 尤其这个因公脂肪跟因公性质 这个认定对差很多 所以我们尤其市长对照顾基层严谨 不止对照顾基层严谨 包括我们的血警这些疫警 民房还有我们志工车这种大堆都很照顾 志工们是认为说警政署的长官们 应该给我们的离难的严谨的家属们 给他们一定的保障 给他们一定的关怀 当然觉得这个保障不是只有这样子 还要给他们尊严 我觉得尊严很重要 因为在执勤的时候 就这样子天降横祸下来 这个是很多为人父母的都没办法接受的 对不对 那我想我也不是说他一定不会被重宽认定 但是我也知道警政署还有全序部 都有在做积极的推动 那我们也表示感谢 那我们市政府也是希望能够帮忙推一把 能够在这个园警的相关的一个情况的认定 请警政署以及全序部能够帮忙相关警员的这个家属 让他们在失去儿子的这个时刻 不要被这些所谓的这些没有实质意义的认定 让家属再次受到了无情的打击 希望大家来共襄政局 为我们这个八股出信警员来敬畏一份之力 也非常谢谢市长平常对我们基层的严谨 还有我们所有的邪情的这些一警一销一交自公这些的照顾 从目前社会实际的状况看来 警销人员真的是高风险的行业 到底该如何合情合理的从优辅恤 会直接影响到第一线人员的士气跟社会的观感 值得中央单位加以重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